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把梨每个部位搓一下 搓掉梨身上的果辣 现在商家都为了水果保存得好 底上都打一层果辣 一定要搓掉 搓好以后泡个十分钟啊 准备点枸杞放在清水中 放入点食盐 枸杞有生精补肾的功能 放入大枣油 补去养血功能 洗净捞出备用 它俩起到综合作用 放在盘中备用 准备点黄冰糖 搭成小块 甜度自己长一下 黄冰糖有补中益气 润肺止咳 清热解毒的功效 放入盘中 把梨中间的字去掉 梨具有生精止咳 化痰 止咳 润肺等功效 再切成颗粒 梨属于良性 配成木耳 搭扫口齐 性能就变成温和了 切好一号 放入盘中 准备大一点的砂锅 倒入雪梨 多加水 水要不够 中途可以加开水 把火打炒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炖至二十七八分钟 想泡好的盐耳 用刀切成小块 不要太大 小一点的 能有效挠下来 盐耳的胶质 使汤更粘稠 盐耳性能温和 有滋韧 润肺等功效 时间一到 把盖打开 放入盐耳 放入盐耳 再放入大枣 切开 把盐去掉 扣上盐 继续再小火熬制三十分钟 时间一大 把盖开开 看个效果 熬着汤汁粘稠 就是隐耳胶脂下来了 这锅就放入冰糖 放入枸杞 这锅就边熬边搅通 防止冰糖糊底 也就是45分钟 冰糖化了就可以 把火关掉 拿下来 好 好喝营养丰富的冰糖雪梨完成 好 网友们来我提大家品牌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主要是一定要熬到位 熬下来有点粘稠 这个凉了喝就可以 一天早上喝一碗就可以 对于人身体好处多多 来 我品尝一口 肉口远糯光滑 微甜 有点离罐头的味儿 非常的好喝 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 有什么要求请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